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 吞噬星空 作者 我吃西红柿 播讲 独家出品 第258集 在深夜狂风中 罗锋五人破空而骑 非力联军入地 在罗锋五人后方 紧跟着一支千人队伍腾空飞骑 紧跟着罗锋五人 大家都先别着急出手 这里靠近联军驻地 一旦他们逃到联军驻地内部 我们就无法动手了 先跟着 等飞行一段距离再动手 后面千人队伍的队长 低沉传音给麾下人马 前方半空中 罗锋五人小队 痛快 痛快 高空中 雷神传音得意笑道 我现在想到圣面果实和两箭借助兵器 都感到控制不住的激动啊 之前来 我也担心兑换出现麻烦 现在看来 一切顺利 红微笑道 大哥哥 等微腾进化之后 那我们就更痛快了 罗锋笑道 心中则是期待不已 之前去瓦里亭时 完全是靠巴巴塔 最早先查探的原因 才挖到这么多雷霆石 而等200万冒险者大军占领各地 并且将那雷霆石都挖掉之后 即将进入的 就是最黑暗 最残忍的杀戮期 这点 罗锋无比确定 有的戒助麾下兑换到了宝物 有的没有兑换到 没兑换到宝物的戒助 自然下令让手下去杀去夺 在那些戒助眼里 即使拼掉麾下一万冒险者 也根本不算什么 诶 怎么回事 后面有一只队友跟着我们 罗锋皱眉传音道 还真有啊 雷神皱眉 是跟踪我们 还是想要出去争夺雷霆石 和我们顺路啊 红道 我们加速 转安 罗锋传音道 是 主任 铁南和凹谷都遵守罗锋之令 当即 五人小队在半空中滑归道呼线 迅速加速 化作五道流光 朝左侧飞去 后方的千人队伍中 队长 他们想逃 现在距离联军驻地 也有数百公里 所有队员听令 以最快速度追上前面的五人小队 将他们击杀 队长下令 是 是 明白 黑夜中 穿着黑色合金战衣的一名名恒星级九阶队员们 各个应兵 而后一个个都爆发出惊人速度 化作一道道流光 在黑夜中格外现眼 仿佛千百道流星 速度不移 疯狂朝前方的五道流星 追杀而去 后方的一道道流光 以惊人速度迫及 那些都是脚踏念力兵器的恒星级九阶精神念师 比罗峰他们的速度快多了 罗峰小队中 恐怕只有恒星级九阶的凹谷能和他们一比 然而凹谷还需要带着红雷神 不好 追上来了 雷神面色大变 主人 快逃 凹谷那一张老脸上满是焦急之色 罗峰回头瞥了眼 后方一道道流光 以惊人速度迫及 几乎瞬间 双方距离都只剩下不足一公里 怎么办呢 雷神红都露出焦急之色 铁南和凹谷两个恒星级九阶奴仆 也急了 后面有一千个恒星级九阶 罗峰低头看了眼 护壁屏幕上的光点 更加心寒 那一千个光点 以惊人速度靠近自己这五个光点 眼看就要被吞噬了 主人 凹谷铁南和都焦急看着罗峰 雷神红也乱了身脚 罗峰心中更乱 从进入雷霆世界界中界以来 他们小队虽然遇到过一次次危机 可是 却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 近乎山穷水晶的局面 整整一千名恒星级九阶 恐怕集体一个念力兵器攻击 罗峰他们就完了 难道 要用金角巨兽吗 可这里距离联军距离不算太远 金角巨兽一旦出现 这种情况下 铁定会暴露 一旦暴露金角巨兽右兽存在 不朽存在 恐怕都会降临苍蓝星 将罗峰这个金角巨兽右兽给夺去 弄成奴隶之雷 训兽 奴隶魂引等类似手段 浩瀚宇宙中并非云莫星主人统 到时候罗峰注定了会成为别人奴隶 红杀 队长下令 是 后方数百道人影 齐声隐秘 呼天盖地 密密麻麻 大量念力兵器破空袭来 仿佛剑鱼一般射向罗峰一群人 此时红雷神铁南河凹骨 都有些绝望呢 除 罗峰死死盯着前方大量剑鱼 轰了一下 凭空一个庞然大雾 出现罗峰五人前方 只听得一连串撞击声 庞然大雾一动不动 这是一个直径在100米左右的 飞碟型宇宙飞船 通体黑色 其等级乃是C9级 宇宙级五阶六阶强者 都很难破坏着飞船 在宇宙中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用到飞船 虽然说有一艘 停在苍蓝星星球停泊港 可是 对于当初得到老师 第一个账号的罗峰二爷 买下几艘宇宙飞船很容易的 飞船 他竟然带着飞船 他一定有长宽超过 百米的极品空间除气物 快 杀了他 那数百名恒星级九阶精神念师们 第一波念力兵器攻击失败之后 立即一碾一动 一饼饼念力兵器 立刻绕弯 闪电般绕过宇宙飞船 斩向罗峰五人 主人 快 快逃吧 罗峰红雷神三人 迅速冲向宇宙飞船舱门 幸好罗峰将宇宙飞船照出的时候 舱门就是对着自己一方 然而飞行速度是远远小于念力兵器飞行速度 幸好罗峰他们距离舱门更近 快快 冲进去 红雷神都红了眼 罗峰也是红了眼 敖骨铁南河二人则是断后 那数百道念力兵器绕了个呼线 宛如密集剑语射了拐 挡在最前面的就是恒星级九阶舞者铁南河 在铁南河身后 就是恒星级九阶精神念师 敖骨 呼吃几声 瞬间 如剑语般的念力兵器贯穿铁南河 将铁南河射成了筛子 面对数百件同节高手的念力兵器瞬间围攻 就是获得据服务者称号的恒星级九阶 都是必死无疑 轰隆 外舱门和内闸门接连落下 和外界封死 搜地下 宇宙飞船猛的加速 将那群恒星级九阶圆圆甩开 迅速消失无踪 密密麻麻一千岛人影悬浮当空 遥看宇宙飞船消失的尽头 无奈得很 一千人杀五个人 还让他们给跑掉了 我们回去怎么向殿下交代 那满脸胡子的队长怒声道 队长 这不怪我们 谁知道他们有宇宙飞船呢 是啊 这一艘宇宙飞船最起码都得直径上百米左右 他们五人中 既然有人空间戒指这么大 这太不可思议了 那队长微微点头 嗯 这么大的空间戒指 是有点不可思议 宇宙飞船 正迅速远离核心地带 它的速度 可比人飞行速度快上百倍千倍 飞船中 快 敖古 赶紧吸收着木牙境内生命之力 罗锋红雷神三人 紧张围绕敖古 敖古身上的合金战衣早就退去 他的身体自胸腔往下 全都化为烂泥 只有胸腔往上才完好 刚才几百道念力兵器集中射来 在最前面的铁南河 瞬间被射成筛子烂泥爆掉 死得不能再死 而敖古站在铁南河后面 又靠赤魂筒母残片 才勉强保护住了头颅 至于胸腔往下 被冰冰念力兵器轰击在战衣上 强劲冲击力将他身体活活震碎 道道生命之力 弥漫在敖古身体上 敖古逐渐恢复 混蛋 罗锋见状 一阵阵愤怒情绪 充斥胸腔 老塔 那是谁的人 联军近二十万大军 美人模样资料等都记录在案 这一千人是九皇子布罗林麾下的人马 巴巴塔说道 当初罗锋进入联军 在联军中晃游的时候 巴巴塔就自然而然记录下 联军上下所有人的一些简单资料 如气息 模样 实力等等 布罗林 罗锋皱眉 心中更怒 他为什么追杀我 我和他无冤无仇 估计是为了宝物吧 他怎么知道我兑换宝物 雷电城堡是经常有人进去的 罗锋心情无比难受 特别是这次两位保镖 铁南河生死 熬骨也差点完蛋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虽然只是买了奴隶 可是罗锋耳朵中还印一回想着 主人快逃这样的嘶喊声 在危险时候 铁南河和熬谷都是断后用生命去挡 布罗里 布罗里 罗锋心中被怒火烧得很难受 很痛 罗锋 暂时别痛苦了 你虽然没用金角巨兽 可是 你用宇宙飞船 麻烦也大了 长宽超过百米的巨大空间 储物器物 无比珍贵 当初我给你的时候 就让你千万别泄露 因为这级别的空间储物器物 狱主也没有几个有 而且此次一战后 那布罗林就会对你重视了 他重视你 你就麻烦大了 重视我 我还重视他呢 罗锋低吼一声 双拳紧握 指关节惨白 发出咯蹦咯蹦声响 双眸中满是冰冷的沙意 一阵阵怒火 冲击着李治 罗三 你没事吧 旁边的红吓了一跳 连忙道 深吸一口气 强压心头怒火 没事 罗锋摇摇头 其他人不知道 可罗锋自己很清楚 自己成为金角巨兽之后 是受到金角巨兽本性的影响的 当初在杀戮场疯狂杀戮发泄 才输成很多 可正因为疯狂发泄 导致自己骨子里的杀意更加强了 就好比有毒瘾的 忍不住去痛快的吸毒 是畅快了 可毒瘾也更大了 一个道理 罗锋现在就是中了试杀毒瘾的人 而金角巨兽 作为星空巨兽中十二大巅峰血统之一 他具有强大攻击性 那种冰冷暴虐杀意 纯粹是骨子里 灵魂里的 还没听说奶头金角巨兽是善良的 三子 雷神也走过来 我没事 罗锋蹲下来 看着旁边重伤的敖骨 敖骨呢乱糟糟的暗红色头发 还有着因为受伤严重 而苍白无比面孔 令罗锋摇摇嘴唇 罗锋抬头看旁边两位兄长一眼 红和雷神论年纪都能当罗锋爷爷了 当然关心这个年龄最小 最是风华决戴的三弟 大哥哥 你们放心 我不会头脑发惹的 罗锋道 啊 这还好 雷神点头 这仇我们不能忘 可是得冷静啊 像当初我和你大哥经历大溪盘时代 当时遭到怪兽攻击 地球上无数城市被毁 许多人类死去 可是再仇恨 再愤怒 那也得忍着 和那个一比 这点小仇杀还真算不得什么 等以后有机会再杀过来就是了 雷神很随意 红也微微点头 论阅历经验等等 红和雷神比罗锋的确高得多了 我明白 罗锋点头 更何况 派出那些人马的 是那旧皇子布罗林 和布罗林一比 我们根本毫无反抗之力 布罗林 红雷神 红雷神 嗯 罗锋点头 之前在联军中乱逛的时候 我靠茶探一气 将联军每一个人的样貌 气息等都记录下来 这群人 就是布罗林手下 哎呀 这下麻烦大了 雷神摇头 这仇 很难报了 得认很久了 红也摇头 罗锋也清楚 布罗林那等身份 在浩瀚的黑龙山行语 绝对算得上最上流人物 南河的死 我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 雷神吃笑一声 我就不信 其他各方势力 就眼睁睁看着那布罗林势大 毕竟近二百万大局 那布罗林才控制了二十二万多点 等他们厮杀斗起来 我们关键时候 阴他们一下 红也不由露出笑意 那也得等魔云腾进化之后 罗锋道 宇宙飞船 不断远离界中界核心地带 迅速朝远处飞去 一路上 必让开一支支冒险者队伍 毕竟宇宙飞船出现在 戒中界这种消息 能流传慢点就流传慢点 戒中界边缘地带 连绵起伏的苍茫山脉中 一艘宇宙飞船出现其上空 而后凭空消失 黑漆漆山脉深处 一个洞穴中 大戈哥 你们帮忙照顾好凹骨 罗锋道 红点头 放心吧 雷神笑道 主人 我没事 现在已经恢复了不少的凹骨 连忙喊道 罗锋看太野 笑了笑 就迅速飞窜出洞穴 直接来到树公里之外 这山脉的植物树木生长千万年 无比茂盛 合金战役的罗锋 站在泥土地上 双眸如刀锋一般扫过周围 摩云 罗锋传达过去一个意念 摩云藤传来欢喜意念 而后 只见罗锋双手伸开 顿时一根根摩云藤 疯狂延伸开去 朝四面八方迅速窜去 以罗锋为中心 一根根足有近一米粗细 长度更是一眼看不到镜头藤腕 就仿佛一条条超级大蟒蛇 铺天盖地弥漫开去 同时 这些粗壮看不到镜头的巨大长藤上 还延伸出了一根根细藤腕 还有诸多腕叶 披天盖地 吃吃 大量藤腕根细 直接扎入泥土中 就仿佛刺穿豆腐一般 迅速地不断朝地底延伸 每一根竹藤腕长达三万米 也就是三十公里 足足三十六条长达三十公里长藤 长藤上还有大量细藤 腕叶 并且还有同样茂盛无比的根系 一时间 这连绵的苍茫山脉 至少在周围一片大地 完全被这长藤所根植融入 摩云藤浮散去的核心 就是一身合金战衣的罗锋 现在就是最关键时刻了 罗锋深吸口气 他面前有一巨大的腕叶咬咽着 一翻手 那近乎透明诗盒出现 罗锋盯着这透明诗盒中 隐隐的一抹光彩 深吸口气 打开诗盒 各位听众朋友 本集播放完毕 我们下集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